最近流行的8小时减肥法 一天中的三餐都要体重在8小时内吃完 剩下的16小时让肠胃休息 也有人说减重时晚上8点后不能吃东西 有网友好奇就有用吗? 减重的话会建议在睡前2个小时 就要把所有的餐点给食用完毕 因为晚上的活动量以代谢能力较低 太晚进食容易把多余的热量 转换成脂肪 至于最近流行的8小时减肥法 也是掌握避免太晚进食的原则 如果你要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吃完食物以外 你还要控制在你的热量 只在你一天的需要量 这样你才可以达到你的体重目标 至于每天的热量需求 只要是活动量与体型决定 像坐在办公室的上班族 大多数轻度活动族群 若是BMI值介于18.5到24的正常体重症 每日所需热量约是体重乘以25到30大卡 但若是BMI值超过24的人 每日所需热量就是体重乘以20到25大卡即可 生活中心台北报导